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发名单已经敲定的七七八八了 下一步就进行节目的录制了 至于首发名单也已经在网上流传开了 其中最吸引人的名字就是艾薇尔 湖南卫视的音乐综艺请来国际明星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但目前为止请来的明星八位都无法和艾薇尔相比 这是名副其实的欧美天后代表作非常多 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高 如果真的能请来艾薇尔 那新一季乘风破浪的姐姐绝对是未过先火 光是艾薇尔这个名字就能吸引许多的关注度 就在大家纷纷在议论艾薇尔到底能不能来的时候 他本人给出了答案 不能 其实关于艾薇尔的回答一共登上了两次热搜 第一次的时候 当记者问艾薇尔是否要来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第四季的时候 艾薇尔说 我不确定这个能不能说 这个答案等于变相承认了 网友纷纷感叹湖南卫视真是有实力 连艾薇尔这种级别的国际巨星都能请来 可是一转眼又一个热搜出现了 这一次是参访的完整版 艾薇尔说他从未听到过这个消息 这是真真正正的否认了 看来真相就是节目组借用艾薇尔的名气来了一波炒作而已 艾薇尔能不能来 对节目组来说完全是两个概念 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总体来说 艾薇尔不来的话对节目组来说是好事 咦 未来 艾薇尔如果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话 从短期看的确是一个劲爆的话题 甚至这一季节目的热度都会很高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艾薇尔来参赛并不是好事 因为艾薇尔的高位太大 调子一旦起高了 就很难降下来了 如果以后请不来同级别的大咖 那节目的关注度将会断崖式的下滑 可以参考的案例就是歌手 当年湖南卫视赤巨子把欧美巨星杰石姐请来了 不可否认人家的表现的确很棒 实力确实强 最终夺方也的确是实至名归的 但是此后的节目里 再也没有出现过国际巨星 节目的收视率和关注度也越来越低 如今更是直接停办了 想想看歌手辉煌的最后一年 也正是杰石姐参加的这一年 二 对其他姐姐有影响 艾薇尔的到来 才能给节目组带来巨大的流量 但同时对其他姐姐来说 是一个灾难 因为艾薇尔太耀眼 无论是人气还是实力 都是这批姐姐中最强的一个 节目组花大价钱请来人家 最终的C位肯定就是艾薇尔的 而其他姐姐参赛的唯一目标 就是勇夺第二名 这会严重打击其他姐姐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而且也不会有人愿意和艾薇尔分道一组 因为都会成为陪衬 如果是唱跳的话 就会沦为艾薇尔的伴舞 想必不会有人愿意甘当绿叶 其实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请来了 郑秀妍 也原本是要给她C位的 前几期节目也的确是按照C位的待遇 去剪辑的镜头 可没想到横空出示一个王心灵 彻底打乱了节目组的计划 但是从这一季的名单来看 很难出现下一个王心灵了 三 对观众的影响 除了对节目组有影响以外 其实对观众的影响也不小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国内的综艺 本质上大家还是想看看 国内的女明星是如何表现的 总是把重点放在国际巨星上面 会影响观众的收视体验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为什么这么火 是因为王心灵 婚子等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回忆沙 让很多不看节目的人也参与进来了 如果光靠郑秀妍的话 是不会带动这么多话题的 毕竟大部分观众对她都没什么特别的回忆 节目想要做好 还是要依靠我们本土的明星才行 请国际巨星是一把双刃剑 除非每年都能请来同级别的巨星 要是国际明星的单位有所下降 节目的关注度势必会大幅度下滑 同时国际巨星也会影响国内明星的发挥 总体来说爱威而来 还不如不来 与其花大价钱请外国人 不如请来一些高质量的国内女明星 只有高质量的女明星 才有可能迎来繁红的机会 一旦有人成为第二个王心灵 那对节目来说 远比请来爱威而更实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